形象牌立委對上老市長胡志強十三年的資歷 也成了連任的包袱 上台跳舞 信手拈來 或是穿上空軍飛行裝 還是戴上假髮化身胡奶奶 胡志強通通二話不說 配合度一等一 只要大家社氣我 我就乖乖的配合 反正只要伯君以笑 然後對活動有幫助 我當然要配合 不只裝扮來者不拒 還有胡氏幽默 妙語如珠 不僅巧任現場 還能化解尷尬 幽默感彷彿渾然天成 但小時候胡志強其實很安靜 他小的時候非常害羞 而且不會講話 曾若把寡言 不愛說話 大學以後才慢慢慢慢 話變多變幽默 胡志強也抱得美人歸 竭離多年間諜情深 因為我出會以後 那每次我在讀經的時候 很努力的時候 Jason回來就說 哇 你怎麼這麼棒啊 你在做你的國事論文啊 國事論文快要成功啦 他這樣子逗我 讓我很開心 拍拍對方肩膀就是胡志強不經意的習慣動作 透過肢體語言拉近和對方的距離 因為他就跟大家在一起就好像巴哩巴哩一樣啊 這樣就很容易拉近人跟人的距離啦 不過有時候其實我應該也要來勸他一下 因為他的手勁很強 我在擔心說被他拍的人可能會受傷 親和力十足但工作上的胡志強不僅要求下屬 凡事照規矩來更是超高標準 從新聞局長時期就跟隨胡志強的副市長黃國榮 感受很深 你跟他做事情 你會有 與有容顏那種感覺 你會有成就感 跟他做事 其實那個是壓力是很大 我覺得他真的是完美主義者 他有工作狂 他是完美主義者 而且他是巨細迷移的人 而且最重要就是他的記憶又特別好 也是工作狂 不過今年以66歲 2002年輕微中風 加上過年前低調進行 冠狀動脈繞到手術 都讓胡志強的健康狀況 成為選戰焦點 現在好了 謝天謝地 開刀之後 那個衛生說 他的心臟變年輕了 從現在開始 我帶你們到全世界好不好 好 台東變世界的大台東 跟我一起走 總是把握機會 強調身體沒問題 只是因縣市合併 胡志強市長已當了三任 若再連任做完17年 學士月辦了12年了 好像也沒有人說他辦得太久了吧 做太久是胡志強這回再戰最大的包袱 這是民主政治的法律規範啊 我覺得這個真的叫做太久嗎 對不對 每四年有一次新的民意基礎 選民同意讓我做 我在這過去三屆當中一直傳 我會到台北去做官 我沒有一次讓他實現 這不是責任感嗎 面對對手的質疑 市民的疑慮 胡志強為自己強力辯護 要持續用幽默 驚豔 挑戰史上執政最久的地方首長 文字幕志願